丈夫盖房子,挖出一罐金子,五天后妻子却连夜出家为泥,丈夫察觉不对劲,谁料偷偷跟踪后一目傻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男子名叫李文,家住万安县北边十五里的李家庄,李文在翻盖自家房屋时,在房底的地基中挖出一罐金子,不料三天后,他妻子张氏得知情况,连夜出家为泥。 李文,父母去世的早,他靠着吃百家饭长大,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天,十八岁的李文从集市回家的路上,看到几个年轻人从远处跑了过来。 快跑啊,那边有几个土匪,正在拦路抢劫,有个姑娘都被抓住了,在途经李文身边时,其中一个年轻人善意地提醒道。 听到这里,李文眉头紧皱,喃喃道,有姑娘被抓了,我们要帮助他呀,当李文准备叫住这几个年轻人,一起去营救女子时,他们已跑没影了。 为了能救下女子,李文一咬牙,快速朝前方跑去,他看看能不能自己救下女子。 李文小心翼翼地接近了土匪们,他看见那个姑娘被吓得脸色苍白,土匪们正围着她,嘻嘻哈哈地挑逗她。 李文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他猛地冲了出去,大喊一声,住手。 土匪们被李文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他们纷纷转过头来,目光凶狠地盯着李文。 李文心中虽然害怕,但他还是挺直了背脊,大声说道,你们这些恶霸,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拦路抢劫,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法,老子就是王法,小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趁我现在还没生气,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响头,我可考虑饶你不死其中一个领头模样的男子奸笑道。 你休想,赶紧放了姑娘李文回道。 其他几个土匪,见李文敢顶嘴,当即拿起砍刀,就朝李文砍了过来。 李文见状,拿起在集市上买的锄头,朝着几个土匪挥舞起来,几个回合下来,李文就败下阵来,身上被砍中,鲜血直流,情况危急。 就在李文下定决心,准备殊死拼搏时,一位过路的侠客经过,三下五除二地将这些土匪给斩了手。 解决过土匪,李文还没来得及感谢,侠客就离去了。 你怎么样啊,女子快速跑了过去,关心地询问李文道。 我没事,他们有没有,怎么样你啊,李文忍痛,咧嘴一笑回道。 女子摇了摇头,在女子的帮助下,李文回了家。 经过了解,得知女子名叫刘灵儿,家就住在镇上,是开酒楼生意的。 李文在家养了几日伤,便无大碍了,期间刘灵儿多次前来探望,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两人一来二去的,互相产生情愫,最终结婚,成了夫妻。 婚后,李文和灵儿一起开酒楼,日子渐渐过得好了起来。 一日,李文正在店中忙活,一个年轻男子,带着两个下人,进入酒楼后,二话不说,就开始打砸起来。 喂喂,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砸我们店里的东西,李文快速地阻止道? 你就是灵儿,找的小白脸。赶紧滚开,我要见灵儿,年轻男子叫嚣道。 李文一听,顿时明白了几分,眼前这个人,点名找灵儿,听他的语气,恐怕是情敌呀。 李文赶紧将灵儿叫了出来。 灵儿出来后,看到年轻男子,眉头紧皱道,罗昌,我已经结婚了,你为何还要纠缠与我? 灵儿妹妹,别生气嘛,你结婚,我没同意,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可以当你没结婚的,怎么样? 年轻男子回到,原来这男子,名叫罗昌,仗着姐夫是县令,整天不务正业,胡吃海喝,意外见到灵儿后,便被他的美貌所折服,所以一直在追求灵儿。 不过,灵儿是看不上他的,压根没把他当回事。 在知道灵儿结婚后,罗昌心中不爽,便带着人来到酒楼,打砸起来。 刘灵儿,你别不识抬句,我只要给我姐夫说一声,你的酒楼就别想干了罗昌威胁道。 刘灵儿,你以为你姐夫是县令,就可以随意欺压百姓吗?我告诉你,就算是县令,也不能胡作非为。 李文冷声说道,罗昌被李文的话噎了一下,他瞪了李文一眼,继续对灵儿说道,灵儿妹妹,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保证让你的酒楼生意兴隆,裁员滚滚。 罗昌,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灵儿坚决地拒绝道,你,罗昌被灵儿的话气得脸色通红,他狠狠地瞪了李文和灵儿一眼,带着下人离开了酒楼。 李文和灵儿互相看了一眼,知道罗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要早做准备才是。 在接下来的几天,李文和灵儿小心翼翼经营酒楼,生怕被罗昌找到把柄,添乱。 可令两人没想到的是,十天后的一天,一名食客突然口吐白沫,死在了李文和灵儿的酒楼中。 很快,牙医带入将李文和灵儿带到了县衙,酒楼被暂时查封了起来。 后来,经过一番调查,李文和灵儿被证明无罪,在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后,两人被放了出来。 他们怀疑这个案子可能是罗昌在背后倒的鬼,可他们也没有证据,只能暂时作罢。 经过一番张罗,酒楼重新开张,可因为在酒楼中发生过案子,生意一落千丈,时刻变得稀少,入不敷出,最后,酒楼关停了。 酒楼关闭后,李文和灵儿回到了李家庄,准备在乡下过一段生活。 看着破旧的房子,灵儿说道,文哥,咱们把房子翻新一下吧。 你看这房子,大窟窿,小窟窿的,住着也不安心呀。 李文微微一笑道,好,都听你的,明天我就找人来翻新房子。 当天晚上,两人简单吃了晚饭,躺到床上准备休息。 突然,屋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李文皱了皱眉,疑惑地看着灵儿,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灵儿也有些不解,她轻声说,我不知道,文哥,你去看看吧。 李文点了点头,披上衣服,走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老人,身材勾搂,脸上带着疲惫之情。 请问,你是? 李文疑惑地问道,这是李文加玛老人轻声道。 李文疑惑地点了点头,她并不认识老人。 儿呀,你爹我终于找到你了老人老泪纵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倒。 李文听后,脑袋发猛,赶紧回道,大爷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父母双亡,去世得早,你咋会是我爹呢?你搞差了吧? 孩子,我就是你爹,你屁股上有颗黑痣,我说得可对。 老人说道,李文屁股上确实有颗黑痣,不过这让李文更猛了,这怎么突然有个爹呀?啥情况? 接着,老人开始叙述起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老人名叫王德水,早些年因为染上了赌博,把李文卖到了李家庄。 李文跟着老汉李彪长大,李彪去世后,他便吃百家饭长大,在李彪的教导下,他只知道父母因病去世,李彪是他爷爷,其他的他还真的没想那么多。 现在听王德水这样一说,原来自己的身世另有隐情,自己是被他赌钱输给了别人,然后被卖了,最后被李彪买下,扶养长大。 李文心中五味杂陈,他看着眼前的王德水,感到很无语,他是个人,不是商品,怎能被当作赌注买卖呢? 孩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那时年轻气盛,染上了赌博,输掉了所有家产,还把你给卖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一直在找你,现在终于找到你了,我只想弥补我的过错,你能原谅我吗? 王德水老人气不成声地说道,就在这时,灵儿见李文一直没回屋,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看到李文和一个老人,心中很是疑惑。 灵儿将李文拉到一边,询问得知了情况,灵儿说道,文哥,这个你自己做决定吧,原谅或不原谅,我都支持你。 李文听后,点了点头,转身看着王德水,你走吧,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李文冷声道。 王德水赶紧拿出当年和李彪签下的协议,递给李文,李文看后,沉默不语,这协议上的字,真的是李彪签的,这么说,他李文,真的是王德水的儿子。 我不会原谅你,你走吧,一,你没有抚养我,二,你将我当作赌资卖了,基于这任何一点,我都不会原谅你。 说完,李文将王德水轰出了家门,关上门,拉着灵儿进了屋。 两人躺下后,开始睡觉,李文看着屋顶,心烦意乱,一直到快天亮,才昏昏沉沉睡去。 天亮后,李文告诉灵儿,他心中很烦闷,想出去走走,灵儿答应后,他便朝后山走去。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李文才调整后情绪,期间,王德水来找过李文几次,想着用金钱来弥补,可都被李文给拒绝了。 李文找来泥瓦匠,准备将房子翻盖一下,这样,能和灵儿住得舒服些。 文哥,我好久没见表姐了,我准备到表姐家住上几天,咱们盖房子的事,就辛苦你了。 灵儿笑着说道,娘子,你就放心去吧,家里有我那李文微微一笑,轻声回道。 就这样,灵儿去她表姐家走亲戚,李文和你瓦匠们一起翻盖房子。 一天,瓦匠收工后,李文见天色上早,他独自挖着地基,突然锄头仿佛碰到了什么东西。 他眉头紧皱,感觉事情不对劲。 他小心翼翼地刨开周围的泥土,渐渐地,一个陈旧的罐子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李文心中好奇,他放下锄头,用手扶去罐子上的尘土。 李文将罐子挖了出来,打开后,让他顿时不淡定了。 只见罐子中,竟然满满当当装的都是金子,闪闪发光,李文瞪大了眼睛,心跳加速。 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金子,他的手颤抖着,将罐子捧在怀中,仿佛抱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他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这些金子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足够他和灵儿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吃惊过后,李文赶紧用衣服包好,将这罐金子藏了起来,这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否则麻烦是少不了。 第二天,李文正在和瓦匠们挖地基,王德水再次登门,将李文拉到一边,对他说道, 儿呀,我准备出远门了,这才来看看你,希望你能原谅我,不再记恨我呀。 王德水说着,从怀中拿出一袋金子,对李文说道,这袋金子给你吧,希望能帮到你。 李文冷冷看了一眼,直接拒绝了王德水的好意,之后便扭头继续忙活去了。 王德水叹了一口气后,看了李文一眼后,摇摇头,便离去了。 过了没多久,李文正在忙活时,村里的李安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对李文说道, 文哥,村东头,有个老头跳湖了,我看他是从你家出来的呀。 李文一听,这老头难道是王德水?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李文跟着李安快速朝村东头跑去。 当他们赶到村东头的湖边时,只见一群人围在湖边议论纷纷。 李文挤进人群,只见湖水中漂浮着一具尸体,而尸体的衣着,他在熟悉不过,正是王德水今天所穿的衣服。 李文的心猛地一沉,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走到湖边,仔细地辨认着尸体,确认无误后,他呆立当场,心中五味杂陈。 他想起王德水的请求,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虽然拒绝原谅王德水,但他从未想过王德水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安看到李文呆立当场,拍了拍他的肩膀,文哥,你没事吧? 李文回过神来,摇了摇头,我没事,这件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李安点点头,默默地离开了。 李文则站在湖边,看着王德水的尸体,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 他知道,他和王德水之间的恩怨已经随着王德水的离世而烟消云散,但他却无法忘记王德水曾经对他的伤害。 他深吸一口气,来到围观的村长身边,将王德水的事情说了一遍。 村长听后叹了口气,哎,他已认识到错误了,他这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过错赎罪。 算了,既然他已经去世了,就让他入土为安吧,李文你就原谅他吧。 李文点点头,他知道村长说得对。 虽然王德水曾经对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在赎罪。 如今他已经去世,一切恩怨都应该随风而逝。 在村长的安排下,王德水的尸体被安葬在了村后的山坡上。 李文站在墓前,看着王德水安息的地方,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他和王德水之间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离开了墓地。 他知道,他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他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的恩怨中。 他要为自己和灵儿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李文继续和尼瓦匠开始盖房子,五天后,灵儿走亲戚回来了。 当天晚上,李文神秘兮兮地对灵儿说道, 娘子,咱们这才盖房子,我挖到惊喜了。 灵儿一听,当即询问道,啥惊喜啊? 快说来听听,别卖关子了。 李文微微一笑,告诉了灵儿他挖出了一罐金子, 说着将装有金子的罐子挖了出来。 两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罐子,一块一块地将金子拿了出来。 当金子全部拿出时,一共是五十块, 在金子的最下面,竟然还有一封书信。 李文和灵儿相识一眼,心中满是好奇。 他们打开书信,只见信中写道, 吴尔李文,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罐金子是我留给你的,希望它能帮到你和灵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年我犯下大错,将你当作赌资输了出去,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悔恨。 我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弥补我的过错,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过错。 这罐金子是我一生积蓄,现在我将它留给你, 希望你能用它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希望你和灵儿能够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父亲王德水绝笔 看到这里,灵儿眉头紧皱,说道, 文哥,这是你父亲王德水给你留下的, 怎么在咱们房子地下? 李文听后,眉头紧皱,他也不知道这罐金子, 是王德水怎腰埋到房子下面滴, 或许是趁他不注意,休息时,王德水埋到里面的。 可现在李文还没原谅他,他已经投胡自尽了呀。 灵儿见李文不说话,默默流泪,心中很是不解, 他也不敢问,只能陪在李文身边。 不久后,李文说道,他已经投胡自尽了, 说着将王德水在他走亲戚时, 来找他,并祈求他的原谅。 而他直接拒绝了,之后王德水投胡自尽, 已将他埋在后山了。 听到这里,灵儿很是震惊, 在他不在家的这几天,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 文哥,你别难过了,事情已经发生, 我看这样吧,我出家为你, 为他祈福吧,灵儿安慰道。 李文一听灵儿的话,顿时惊呆了。 他紧紧抓住灵儿的手, 眼中充满了担忧和不舍。 我,娘子,你为何要这样做? 这不是你的错,不需要你来承担。 灵儿轻轻握住李文的手,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文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但我想为他祈福,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得到安宁。 而且,我也想为自己祈福, 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李文看着灵儿, 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灵儿是一个善良, 纯洁的女子, 他紧紧抱住灵儿, 眼中泛着泪光, 娘子,我会一直等你, 等你回来。 当天晚上, 李文陪着灵儿, 来到十五里外的尼姑安。 就这样,灵儿出家当了尼姑。 时光荏苒,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这天, 李文正在家中歇息时, 屋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李文打开门, 见到了日思夜响的灵儿。 文哥, 我回来了, 师父说, 我凡尘未了, 祈福完成, 让我们放下过去, 好好生活, 灵儿笑着说道。 李文一把将灵儿揽入怀中, 拉着她朝屋里走去。 进屋后, 李文随手关了房门。 我洗澡时, 被八岁侄子偷拍了。 她把我的照片, 卖到游戏群, 换游戏皮肤。 哥哥嫂子说侄子爱我才会偷拍, 我妈也让我别跟孩子计较。 直到后来, 他们的私房照在网上疯传。 他们哭了, 我笑了。 我去洗澡时, 意外发现家里浴室门坏了, 只能随手关好, 不能反锁。 其实哥哥嫂子的主卧有浴室, 但是他们在上班, 还没回家。 我肯定不能未经允许 去他们房间洗澡。 再加上天气热, 身上太黏糊。 我就直接去了门坏了的浴室, 准备洗完之后再叫人来修索。 水声太大, 掩盖了一切声音。 可在我洗的时候, 却总觉得有一抹视线盯着我。 等我关掉花洒, 扭头看去, 又只看到一条很细的门缝。 浴室门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不应该啊, 这个时候家里只有我妈和侄子,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去。 一出去就看见我妈抱着侄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玩。 我妈坐在沙发上, 把侄子夹在腿中间, 侄子手上正在摆弄一个手机, 满脸兴奋。 那时我买了新手机之后, 换下来的就手机, 平时我用不上, 本来是想已就换新卖掉的。 但因为嫂子的强烈要求, 就留在家里给侄子放学后完了。 你这么喜欢姑姑呀? 手机里拍的全是她的照片。 我妈满脸怜爱地看着侄子, 好像不经意撇到了侄子的手机, 一边搂着她, 一边打去她。 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急忙走过去, 对侄子伸出手, 手机给姑姑看看, 拍了我什么照片。 截至当前, 我的语气还是很正常的, 不想吓到孩子。 侄子却疯狂地在老妈腿上挣扎, 甚至拳打脚踢, 目露凶光, 滚啊, 就不给你看。 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伸手夺过手机。 侄子大哭大闹起来, 见女人, 还给我, 快把手机还给我。 我妈也没好气地骂我, 你个死丫头, 抢周周手机干嘛, 快还给她。 可这时候, 我已经看向侄子的手机, 然后愣住了。 只见侄子的手机, 恰好弹出一条微信。 一个昵称, 叫山水的人发来消息, 你姑姑身材挺带劲的, 可惜就是没拍到正面。 我颤抖着手想打开微信, 却还要手机密码。 我直接用侄子的生日解开。 微信里面除了侄子的同学, 几乎都是陌生男性投像。 置顶的是一个所谓的2023王者群, 我知道侄子一直喜欢玩这款游戏, 每次玩得激动的时候, 都满嘴乌言晦语, 我跟嫂子提过这个事情。 可惜他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还跟我说, 他和我哥也是打亡者认识的, 玩着游戏就这样, 你不骂别人, 别人也会骂你。 甚至还引以为豪,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可以三排, 羡慕死了多少人。 这时候, 那个叫山水的人又发来私聊, 还有你姑姑其他角度的洗澡照片吗? 最好是视频。 这句话最后还附带了一个色表情包, 看得我怒火中烧, 生理不适。 或许见我侄子一直没回复, 山水怕损失这个资源, 很快又发来一句, 算了, 小朋友, 下次记得拍。 你要的孙悟空地狱火皮肤 已经送到你账号上了。 我点进两个人的消息对话框, 赫然看见自己洗澡时的裸背 被侄子发给了这个山水。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 我真的被偷拍了, 还是被我侄子。 见我表情越来越难看, 侄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继续拼命哭嚎, 还在我身上抓了几条血痕。 还给我, 还给我, 你个贱女人, 快还给我。 这些词语, 居然是从一个八岁孩子嘴里吐出来的。 她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呀? 我反手就给侄子一巴掌, 举着手机, 恶狠狠地瞪着她。 陈舟, 你最好老实交代, 照片都是怎么回事, 不然我把你交给警察。 我本以为一个八岁的孩子, 干了这种坏事, 对警察叔叔肯定很畏惧。 没想到, 侄子还没说话, 我妈先伸手狠狠地 拧了一把我手背上的肉, 脸上皱纹都满是对我的控诉。 陈韵, 你是不是疯了? 这是你亲侄子, 咱们老陈家的宝贝疙瘩。 他不就拍了你几张照片, 至于让你这么狠毒, 还要把他交给警察? 这样吧, 你也别为难他了, 你想对他做什么, 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侄子见我妈给他撑腰, 猛地扑到我妈怀里, 假装继续哭, 奶奶, 呜呜呜, 姑姑欺负我, 我要手机, 手机是不可能还给侄子了, 我直接揣进兜里。 见我妈这副态度, 我失望至极, 也不想跟她扯皮, 回了自己房间。 不顾侄子在门外一直踢门, 无能狂怒, 也不顾我妈长须短叹地叫喊。 只等我哥和嫂子回来, 看他们怎么说。 晚上十一点多, 我都昏昏欲睡了, 哥哥和嫂子才一身酒气地回来。 两个人还在絮絮叨叨地吹牛, 什么这些人长得都不好看, 国服又怎样? 原来他们是去见游戏好友了。 咦, 小韵你怎么还没睡? 我哥见我走出来, 一脸不解。 我没搭理他, 直接推开侄子的房门, 把熟睡的他从床上拖起来。 别说, 这小子是真沉, 一身肥肉。 紧接着, 我妈也被侄子的哭声吵醒, 全家人在客厅聚齐。 陈韵你什么意思啊? 打扰我儿子睡觉干嘛? 嫂子周方面色不善, 伸出又尖又红的指甲, 过来拉他儿子。 我冷笑一声, 把侄子的手机打开, 拍到我妈和哥哥嫂子面前, 也把今天的事情和他们完整地说了一遍。 哥哥酒醒了大半, 不可置信地瞪着侄子, 又看看我不可能吧? 毕竟, 一个八岁孩子, 能干出这种事, 确实匪夷所思。 等他自己拿着手机, 仔仔细细看完一遍后, 不禁怒从中来。 小周,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偷拍姑姑呢? 谁教你这么做的? 侄子生死历劫的顶嘴, 拍个照片而已, 怎么了? 姑姑又没什么损失。 那些大哥哥和叔叔还给我送游戏皮肤了, 说起来还是我赚的。 哥哥登时气得半死, 显然不明白, 为什么他的宝贝儿子变成了这样。 兴许是他和嫂子白天忙工作, 下班打游戏, 疏忽了对侄子的教育。 而侄子接下来一句话, 更是坚定了让我彻查此事的决心。 我同学他们也拍, 拍他们的奶奶外婆妈妈姐姐。 陈韵, 怎么就你是这么多? 你不愿意给我拍, 那你就从我家滚出去。 这是我家。 感情, 偷拍还是一个产业链吗? 我气急返校, 好整以侠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问问你爸妈, 这是谁家? 凭我哥和嫂子那点工资, 能买房。 笑死, 两个人除了吃喝玩乐, 就是拿钱充值游戏, 借钱也要买限定皮肤。 上梁不正下梁歪, 现在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还在我面前叫嚣。 我大学毕业后自己, 和朋友一起创业, 做自媒体, 赚了不少钱, 买了这套房子。 当年, 我哥被债主追上门, 哭着跪在家里, 让老妈给他擦屁股。 哥哥又说, 结婚了, 不想住老房子, 想一家人和和美美。 我妈以死相逼, 哥哥跪在地上给我保证, 以后和嫂子好好过日子。 最后, 我不得不答应, 他们一家人住进了我的房子。 毕竟是我亲哥, 小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我不能看着他没地方去。 可我是真没想到, 我的纵容, 让侄子说出这种话, 想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 周方看哥哥把侄子勒住, 顿时心疼得不行, 走过去扯哥哥的手。 什么事非要跟周周动手啊? 不就拍了陈运几张照片而已? 你是长辈, 她还是个孩子, 能对你有什么龌龊心思? 再说了, 喜欢你才会给你拍照, 你又不会少快肉, 至于吗? 你看, 有这样的妈, 孩子能好到哪里去? 我就不该再对他们抱有一丝期待, 我拿起侄子的手机, 对到他们面前。 2023王者群还在不断地发消息, 甚至在分享怎样才能更好地偷拍到浴室, 其中不乏各种之招, 最显眼的一条就是, 首先用502胶水把门锁弄坏, 而我家的浴室门, 经过我的查看, 锁心里面是凝固的胶水, 而门口的垃圾桶, 就放着用空了的502胶水瓶。 这群垃圾, 我妈还在为侄子努力辩解, 小韵, 周周不是故意的, 是被人带坏了, 你不要跟他计较, 只要我们好好教育, 以后肯定能教好的。 可是, 群里多数人都跟侄子有过交易, 但不是以金钱的方式, 而是和山水一样, 以赠送游戏皮肤的方式。 打开侄子的游戏页面, 居然有200多个皮肤, 如果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被引诱, 可是这么多次呢? 隔着手机屏幕, 谁能抓着侄子的手偷拍吗? 哥哥嫂子给她的零花钱不算少, 加上老妈偷偷给她的, 以及我偶尔给她的, 已经是一笔小金库了。 可据我所知, 侄子都用来买零食和玩具了。 这200多个皮肤是哪里来的, 不言而喻。 打开她的手机相册, 全都是我各种角度的偷拍照。 做饭的, 午休的, 睡觉的, 洗澡的, 让我触目惊心。 人证误证俱在, 这下无法反驳。 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警察, 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了所有可能的受害者和这些孩子。 这个所谓的群, 一直在误导小孩子, 严重违法。 四周一片安静, 听到我要报警, 所有人都愣住了。 毕竟是我的家人, 我试图安抚他们。 这样是为了侄子好, 说不定打入群内部, 侄子还能戴罪立功, 长期放纵下去, 还不知道以后他会话音未落, 一阵碎裂声突然传来。 鲜血从额头流下, 我的头开始剧烈疼痛。 眼前一花, 摇摇欲坠, 哥哥和嫂子顿时目瞪口呆, 就连侄子也愣住了。 晕倒之前, 围于我身后, 那道苍老的声音在呢喃, 不能报警, 等我再次醒来时, 正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似乎已经是第二天, 可窗外的天色 却格外昏暗阴沉,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居然已经昏睡了一整晚, 额头疼痛无比, 我伸手去摸, 只触碰到凝固的血迹, 居然都没有给我包扎一下。 我条件反射地去枕头底下摸手机, 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不仅是我的手机, 我先前没收的侄子的手机也被拿走了。 心里沉了沉, 我走过去拉门, 索心明明已经打开了, 外面却纹丝不动。 我居然被人反锁在了房间里。 怒火一点点升起, 我简直难以置信, 这是我的家人能干出的事情。 似乎听到了我拉门的动静, 侄子的声音隔着一扇门从外面传来, 充斥着幸灾乐祸。 姑姑, 你就好好在房间待着吧。 一个女人总是瞎出头, 干什么? 拍照这个事, 不仅我干, 我哥们他们都干, 网上那些人都这样干, 你凭什么就针对我? 侄子陈舟依旧理直气壮, 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有什么不对。 我深吸一口气, 没有继续和他扯偷拍的事情, 而是想先弄清楚我现在的处境。 你爸妈呢? 你奶奶呢? 听到我问起几个大人的事情, 侄子得意地笑了。 奶奶去买我爱吃的菜了, 爸妈上班啊, 家里只有咱俩, 你别挣扎了。 哼, 要是你让我拍几张照片, 我就帮你说好话, 放你出来, 怎么样? 这简直不像是一个八岁孩子 能说出来的话。 现在又是放暑假时间, 他可以天天在门口看守着我。 门边放着五六个面包, 还有几瓶水, 显然, 这就是我的接下来几天的食物。 家里人已经做好了 把我关起来的准备。 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也不见了, 只有一个充电器 孤零零地遗落在地上。 我知道, 肯定是被他们拿走了, 生怕我联系外面报警。 既然害怕我报警, 那说明他们知道 侄子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为什么还要一错再错, 继续包庇呢? 我瘫倒在门口, 脑子里开始疯狂地头脑风暴, 我应该怎么办?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传来我妈和侄子说话的声音, 似乎在问她饿不饿。 有说有笑, 半点都没有顾及我。 这一刻, 我失望到了极点。 我猛然想到了什么, 冲到衣柜前, 开始翻箱倒柜。 我记得之前有个旧的平板, 因为换不到多少钱, 我就闲置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找了很久。 终于, 我在一堆旧衣服上面 翻出了平板和充电器。 插上电, 居然还能正常使用, 我快速登录自己的微信。 合伙人兼我的朋友苏苏的消息发来, 你今天怎么没去谈合作? 原本, 今天上午, 我约了一个商务会议。 我把侄子偷拍, 我被囚禁的是简单和苏苏说了, 她顿时义愤填膺, 说要帮我报警。 想了想, 我把公司的事情交给她, 让她先别报警, 等我找到2023王者群和侄子的更多犯罪证据。 毕竟, 除了我侄子之外, 这个群也是个祸害。 既然我妈和哥哥嫂子这样护着, 那我就不打草惊蛇, 干脆一网打尽。 幸好, 因为过于憎恶这件事, 我记住了山水的微信号。 我切换了一个微信小号, 改成男生性别, 又换上网络男神的头像。 输入好友添加申请, 哥哥你好, 我也想要皮肤, 我可以跟你拿照片做交易。 给她发了几张外网的艺术私房照之后, 我成功获取了山水的信任。 这类猥琐难没什么防备心, 我随便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身份。 得知我家里有妈妈、 姐姐、 嫂子后, 山水更开心了, 叫着我瞎编的名字。 小勇, 那你以后要多拍点照片, 到时候整个王者全皮, 多拉风啊。 我有一个群, 我是管理员, 我把你拉进去, 里面很多哥哥和叔叔会买你拍的照片的。 说着, 他随手就把我拉进了群里。 没错, 就是侄子所在的那个2023王者群。 包括我在内, 刚好500人, 居然有500人参与了这种罪恶。 我看着群里兴奋的人们, 点进他们的头像和朋友圈, 一个个看过去。 有些男孩子甚至能看到照片, 小的和侄子差不多, 大的也就二三十岁。 虽然很生气, 但是我很清楚, 我不可能现在一个个骂过去。 我进去后不久, 就发现侄子正在群里大放厥词。 我手里照片可多了, 特别是我姑姑, 长得贼好看, 身材俱好。 可惜她是个小气鬼, 昨天发现了我拍她, 不肯给我拍了。 山水也在群里附和, 满满的猥琐之气。 嘿嘿, 我看过你姑姑洗澡的背影, 确实值168块钱的皮肤。 如果有正面视频, 我给你抽一个荣耀水晶, 怎么样? 一个荣耀水晶, 保底2000块。 女性的照片, 变成了敛财工具。 我也成了群里的讨论对象, 很多人开始接侄子的话, 纷纷吹捧侄子, 甚至给她出谋画册。 先前拿502度浴室门锁, 就是他们的主意, 现在又有人出搜主意。 我有好东西, 可以迷晕, 你们懂的, 又需要可思聊。 邪恶和不适感迅速蔓延, 我很想现在跳出去骂他们一顿, 但我不能。 侄子更兴奋了, 直接在群里那个说话的人, 我要买。 用脚响都知道她准备把迷药给谁用。 当然是我, 很快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外面客厅, 我妈和侄子亲密地欢声笑语, 我在房间啃又冷又硬的面包。 我拍着门大叫, 妈, 我要上厕所, 可我没想到, 我妈没说话, 不知道是因为愧疚, 还是没脸见我。 反而是侄子笑嘻嘻的声音传来, 奶奶给你准备了桶, 在窗户边的墙角, 你就在那里上吧。 我震惊地扭头看去, 一个破水桶静静地立在墙角。 事情能做到这份上, 他们真的很绝。 一如从前, 我和哥哥发生矛盾时, 妈妈总是站在哥哥那边, 不会听我的辩解, 只会把我关在家里, 对我冷处理, 让我自己屈服。 这个方式, 屡是不爽, 她以为在侄子这件事情上, 我还是会如此。 可惜这次, 我不想再继续低头了。 我想为了自己, 为了所有被偷拍的女性, 为了那些被迷惑的孩子, 勇敢一次。 我知道妈妈从小就偏心我哥, 我爸在世的时候, 还勉强能一碗水端平。 爸爸死后, 我就成了这个家的赚钱工具。 因为物质方面对我有需求, 老妈和哥哥才和我维持表面和平。 而现在, 这种虚假的和平, 彻底被侄子偷拍知识打破。 我捏紧拳头, 彻底明白, 没必要留情了。 我不再去敲那扇门, 而是盘腿坐下来, 拿起了平板。 我开始对群里499人进行录屏取证。 这件事情还是合伙人苏苏曾经教我的。 如果你要进行聊天记录或录音取证时, 最好保存原始记录, 比如录屏, 或者把聊天记录上传到微信云端, 而不是截图进行二次转发。 这样才会有理有据, 有章有法。 我第一时间把499个账号信息, 群里的聊天记录和山水的私聊进行录评。 等到时机成熟, 证据确凿, 我会亲手把侄子送进去, 也会对这些人一个个去追责。 晚上, 哥哥和嫂子下班回来了, 他们好像才是一家人, 在我买的房子里吃喝玩乐, 组队打游戏, 反正只字不提我。 快推塔呀! 我靠! 你在野区给你妈采蘑菇呢? 蠢死了! 会不会玩游戏, 不会就去你妈怀里喝奶去? 游戏完成这样, 你有几个妈呀? 户口本都死完了吧? 隔着一扇门, 我听着哥哥嫂子和侄子的乌言晦语。 以前他们打游戏 就是这种风格, 丝毫不避讳, 侄子年纪小, 甚至还对于一家三口 一起打游戏骂人这件事, 引以为豪。 直到夜色深沉, 他们陆续去睡觉, 我急忙敲门叫住哥哥, 哥! 哥! 你过来! 外面脚步声响起, 哥哥凑了过来, 声音里有些迟处。 小韵, 对不起啊, 妈, 确实不应该打晕你, 但你要把小周送进监狱也不对啊, 他可是我和你嫂子唯一的儿子, 也是咱们陈家唯一的血脉。 你是不婚主义者, 小周是你亲侄子, 和你亲儿子差不多, 毕竟百年之后, 他还要给你养老送终,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他呢? 我这样对他? 我怎么对他了? 难道不是熊孩子先偷拍我洗澡, 拿我照片换游戏皮肤吗?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原以为我哥是个名士里的人, 现在看来, 他和妈妈、嫂子都一样, 而且说不定是你误会了, 别人建群只是为了打游戏, 并没有你说的偷拍, 哥哥还在继续给我洗脑, 这时, 嫂子的声音也在外面响起, 充斥着不耐烦, 行了, 你还跟他说什么? 他都要为一张照片 把你儿子送进监狱了, 回来睡觉。 说完, 哥哥似乎被硬拽走了, 外面没了半点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复, 明白了哥哥嫂子的态度, 我再也不抱半点奢望了, 接下来几天很平淡, 当我把五个面包和三瓶水喝完时, 已经是第三天了, 三天足够我在2023王者群潜伏好, 也足够快递从一个城市寄到另一个城市, 苏苏很担心我, 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她随时可以帮我报警, 如果我不想报警, 她也可以带几个同事来家里解救我, 我只回了她一句, 再等等, 等时机, 等更多证据, 很快, 我就等到了这个机会, 第三天晚饭时间, 我饿得有些昏昏欲睡, 躺在床上没什么力气, 房门外突然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有人在开门, 小韵, 反省了三天, 你应该知错了吧, 是妈妈的声音, 她一定以为, 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只要她关我几天禁闭, 我就能服软, 奶奶, 你去忙吧, 我把吃的给姑姑端进去, 侄子开始讨好卖乖, 我果断把平板藏在角落, 找好拍摄角度, 门戈之一声打开, 侄子端着一个大碗, 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饭菜的香味飘出来, 打了一巴掌, 再给我一颗枣, 是我妈的风格, 姑姑, 快吃吧, 侄子滋着洁白的牙齿, 把碗筷捧着递给我, 漆黑的瞳孔, 亮起兴奋的火光, 饭菜也散发着诡异的光泽, 我接过, 对侄子勾起嘴角, 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姑姑饿得有点不舒服, 出了一身汗, 想先换身衣服, 你先出去, 我吃完了, 叫你来拿碗, 侄子不高兴地嘟起嘴巴, 满脸肥肉, 挤得眼睛, 都眯了起来, 不行, 我要看着你吃完, 我皱眉, 开始威胁, 本来我都不打算把你干坏事的事情告诉警察叔叔了, 你要是不让我换衣服, 那我就还是会告诉警察叔叔, 叫他们把你带走的, 没有大人在, 便没了靠山, 侄子毕竟也才八岁, 还是有点怕我口中的警察, 他一副很不乐意的样子走了出去, 我赶紧把门锁好, 从床上爬起来, 慢悠悠地开始换衣服, 我还在担心, 万一侄子非要闯进来怎么办, 幸好, 外面没一会儿就传来他打游戏的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砍好时间, 找了一个塑料袋, 把饭菜全部倒进去,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塑料袋用一件短袖裹好, 藏进了我包里, 又在自己嘴上抹了一点油, 假装自己已经吃过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平板拍了下来,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齐全, 这时候我才拿起平板, 切换回大号, 给苏苏发去消息, 你带一群高大的同事来我家, 就说公司出了财务危机, 必须要我出面, 不然马上就要破产了, 家里这几个蛀虫, 格外在意钱财, 苏苏果断硬下, 老妈进来收拾碗筷时, 闻到房间里的怪味, 看着我虚弱的模样, 长叹一口气, 你知错了吗? 我没说话, 妈妈神情哀伤, 对我摇头, 算了, 你根本不懂我的苦心, 我辛苦半辈子, 就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现在却要把你侄子亲手送进监狱, 他那么小, 我无奈开口, 他才八岁, 所以根本就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就算我报警, 也只是口头管教几句, 你担心什么呢? 我想整治的, 根本不只是侄子, 而是那个群, 那个组织, 那些恶心的东西, 因为侄子还是个孩子, 因为他是未成年, 所以无论他做什么, 都有免死金牌, 老妈一巴掌恶狠狠地朝我扇来, 别人的事情, 我管不着, 你报警会害了周周? 我强忍脸上的疼痛, 失望至极, 我也是别人吗? 妈妈扭过头去, 不再看我, 老泪纵横, 可是周周的名声, 全都会毁了, 如果这件事曝光, 他永远都会被定在耻辱柱上, 以后甚至可能无法, 在这个城市生活, 你会毁了他一辈子, 你也知道啊, 妈妈, 原来你也知道, 这件事会毁了他一辈子, 那我呢? 那些无辜的女孩子呢? 那些偷拍的照片呢? 我们的一辈子呢? 就活该沦为别人一银的工具吗? 就活该沦为交易品吗? 如果这些偷拍照流入网络, 如果罪恶的交易继续, 还有多少无辜的女性遭受迫害, 还有多少祖国的花朵坠入深渊, 为了游戏皮肤, 走上犯罪道路。 陈州的一辈子是一辈子, 我的一辈子就不是一辈子, 别人的一辈子就不是一辈子。 我们的争论没有持续太久, 玄关外的大门突然被人捶响, 苏苏的声音传来, 陈韵, 你在家吗? 快开门, 公司要破产了, 你他妈都几天没上班了? 再这样下去, 你这个房子都要抵押出去了, 你知道吗? 他真是我值得信任的好朋友, 严格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办事。 哥哥嫂子知道苏苏是我的合伙人, 之前甚至还一起吃过饭。 一听这话, 他们急了, 游戏顿时也不打了, 急忙跑过去拉开大门。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外面十几个男男女女冲了进来, 都是我公司的员工。 苏苏站在第一个, 踩着高跟鞋, 面若寒霜。 你,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哥见来者不善, 反应过来想关门, 却被苏苏一脚踹在当下, 他哀嚎着弯下腰。 我干什么? 你们纵容儿子偷拍? 还非法图离沉迹, 居然还敢问我干什么? 要脸吗? 苏苏呗了一声, 泼辣地撸起袖子, 指挥员工们闯进家里。 老妈听到动静, 也顾步地指责我了, 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我抱着双臂, 好整以侠地紧随其后, 住手? 你们快住手。 这是干什么呀? 见员工们闯进各个房间, 开始收拾东西, 妈妈慌了, 声嘶力竭得大吼, 却一个人都拦不住。 这个时候, 他们才想起我, 小韵, 苏总是你朋友, 这些人都是你员工, 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的东西啊? 你快叫他们住手。 嫂子惊慌失措, 我靠着房门, 缓缓呼出一口气, 是我叫他们来的。 夜色深沉如墨, 我看向客厅里 架子上爸爸的一项, 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这是我家, 请你们从我家滚出去。 他们这下全都明白了, 这一切都和我有关。 安逸的日子过久了, 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妈妈伸手想上来捶打我, 却被苏苏和几个人拦住。 你个不孝女, 就因为几张照片, 你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要把你亲妈亲哥亲侄子赶出去, 你根本没有良心。 她看着员工们把行李丢出去, 大哭起来。 我冷下心来, 我已经叫苏苏帮忙把老房子给你们收拾好了, 你们回去住吧。 妈, 如果你不想回老房子, 我也可以把你送去养老院, 你自己选。 每个月的生活费, 我会按时打到你卡上, 你放心。 妈妈, 我给过你机会了, 这三天, 你以为是你在给我机会, 其实, 也是我在给你机会。 但凡你心疼我一下, 但凡你有一点慈母之心, 但凡你站在我这边一次, 可惜没有, 我从来都是被迫妥协的那个。 所以这次, 我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你们, 也不会在搅和尽之前的原生家庭。 嫂子见我这样果断, 意识到我是认真的, 终于慌了, 口不择言起来, 你们这是擅闯民宅, 我要报警, 这是我家。 我笑了, 缓缓举起平板, 你报。 我顺便把你儿子陈舟偷拍的事情, 也告诉警察。 这下, 轮到大哥脸色突变, 他一边捂着裆布, 一边狠狠伸手, 拽了一把嫂子, 别报警。 侄子见他的东西, 全部被打包丢出去, 趁人不注意, 弓下身, 像是一头小牛犊子。 卯足了劲, 恶狠狠地朝我冲来, 嘴里还骂着, 陈运, 你这个贱人, 这是我家, 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我要杀了你。 砰, 我快速闪进房间, 顺手关上房门。 侄子一头撞上了坚硬的门, 捂着头, 倒地大哭起来。 陈运, 你居然敢动我儿子。 嫂子疯了一样, 冲上来想打我, 却被员工拦住, 家里乱成一团。 最终, 人多力量大, 我叫员工帮我把他们四个人的东西 全部抬到了小区外面。 虽然是晚上, 可小区散步的人不少, 他们都奇怪地看着我们, 看着我妈哭嚎, 陈运啊, 我养你二十多年, 你就是这样对你亲妈的。 你这个不孝女啊, 看着嫂子撒泼, 这是我家, 我家, 我不走。 陈运, 你个臭婊子, 放开我, 看着侄子犯魂。 陈运, 你不得好死, 呜呜呜呜, 等我长大, 我要杀了你。 幸好这次, 我有很多帮手, 我也不会再顾忌这些脸面。 到了小区门口, 他们还扒拉着铁门, 不愿意松手。 我直接对文讯赶来的保安队长 举起房产证, 你好, 我是一千二百零二的业主, 这四个人都不是我们小区的。 麻烦你记住他们的脸, 以后不要再放他们进来。 保安队长显然认识我, 好的, 陈小姐。 我背过身去, 带着苏苏离开, 不再理会他们的哭号。 回到家后, 我找回了我的手机和笔记本, 果断把他们一家人拉黑。 至于侄子的手机, 他临走时拿在手上带走了, 我没能拿到。 不过没关系, 平板的小号已经有很多证据了。 我点了很多外卖, 算是在家里请今天帮忙的员工们吃一顿饭。 等众人散去, 我休息好之后, 第二天一早, 苏苏陪着我去了警察局。 我拿出一个塑料袋, 这是昨天侄子送来的那份饭菜。 又把从家里搜到的一个快递包装盒给了警察, 这是群里的网友寄给侄子的, 交给警察验证迷药。 最后, 我把平板里的证据全部交给了警察。 所有的证据加起来, 足以送参与者们进监狱。 这件事被当地派出所重视起来。 我的平板小号成了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 我还是拿着小号, 正常地和2023王者群里的人聊天。 以小男生身份插科打混, 时不时发几张外网可以以假乱真的网图。 而在此期间, 侄子也一直活跃在群里。 看来, 他回老房子后, 哥哥嫂子也并没有管教他, 让他安分下来。 算了, 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理会侄子, 只是正常地在群里卧底。 看着他们炫耀自己偷拍的照片和视频, 或是女性家人, 或是路人群底, 或是女侧, 而交易这些照片和视频的, 大部分都是小孩。 因为他们可以用亲人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拉开家里的门缝, 去偷拍奶奶、外婆、妈妈、姐姐、妹妹。 因为他们可以用孩子的身份, 在拥挤的人群中, 地铁上, 蹲在地上偷窥女生群底。 因为他们可以用害怕的名义, 光明正大的, 被妈妈带进女厕所, 去拍下那些影像。 而受害女性, 还不能说什么, 因为他们是孩子, 而你是大人。 他们懂什么呢? 只要你去指责他们, 他们的家长和拥护者就会说, 哎, 你自己的心脏, 所以觉得孩子也脏, 他只是喜欢你而已。 因为喜欢, 所以偷拍。 你不能和孩子计较, 这就是现实。 终于, 在我苦心卧底一个星期后, 我和群友山水成了好朋友。 他突然给我发来私聊, 小勇, 嘿嘿, 咱俩可是忘年交了, 别说哥哥有好事没告诉你。 后天上午, 咱们群准备搞团建, 活动主题叫勇敢者挑战, 活动地点就在云顶大厦。 从山水的嘴里, 我得知了所谓团建的真面目。 以云顶大厦为比赛场所, 偷拍来往女性。 谁的照片和视频最劲爆, 谁就获胜。 本次比赛甚至还设立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两名, 三等奖三名。 一等奖是王者游戏的全套皮肤, 二等奖则是国服大佬帮你打一个国标, 三等奖则是顶尖陪玩, 免费带你打一个赛季的游戏。 这些奖励并不能吸引任何正常的成年人, 但是能吸引那些沉迷游戏, 心智却又不太健全的青少年。 山水告诉我这些, 就是想邀请我参赛。 他还告诉我, 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 也可以参加附加赛。 意思就是把自己妈妈和奶奶的私密视频 发到网上, 比如家长的闺房之乐, 比如正面的洗澡, 上厕所视频。 根据时长和内容, 由群里的大人、客户予以打分。 分数计入勇敢者挑战总分。 我亲爱的侄子也参加了比赛。 山水兴奋地告诉我, 这次群主也会参加这个比赛。 咱们的群主可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我映下了山水, 然后直接把这个消息告诉警察。 后天一晃就到了。 我乔装打扮, 戴好口罩, 穿好长衣长裤, 和苏苏一起去了云顶大厦。 这里已经埋伏了很多便衣警察。 除了这些参加勇敢者, 挑战的青少年, 还会来群里很多成年人, 都是侄子他们这些孩子的客户, 照片需求者。 总有一些垃圾, 有很多奇怪的癖好, 似乎这样就能满足他们的窥探欲。 今天是周六, 人格外的多。 上午十点, 云顶大厦逐渐热闹起来。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看到了很多鬼鬼祟祟的熊孩子。 也就我知道了真相, 才能看出怪异之处。 但是在路人眼里, 却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 我的目光开始缩寻, 很快, 我就发现了侄子的身影。 他和老妈, 哥哥嫂子一起。 真有意思, 也不知道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 我哥居然也来了。 他平时不爱跟家里女性出门逛街, 说浪费时间。 又过了一会儿, 侄子不知道对老妈和嫂子说了什么, 离开了他们。 我知道, 他准备开始行动了。 我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居然也单独离开了。 与此同时, 那些隐藏在人群里的孩子也快速动了起来。 我和苏苏的位置很好, 在购物中心的最高层, 可以俯视下面的一切。 目光一直紧紧跟着侄子, 偶尔扫过我哥。 我看到侄子若无其事地走上扶手电梯。 我看到我哥弯下腰, 开始摆弄斜面。 我皱眉, 感觉有点不对劲。 电梯上行, 我看到侄子借助身高矮, 故意蹲在扶手电梯上。 侄子对着台阶上面的女生裙底拍了起来。 我看到我哥走到排队的网红奶茶店门口, 紧紧贴到陌生女孩身后, 故意把那只脚伸到女孩腿下。 我的脑袋一炸, 我哥也在偷拍。 这时候,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可还不等我彻底想通, 扶手电梯那里忽然传来尖叫声。 啊, 出人命了。 一个胖小子在扶手电梯上偷拍女生, 被女生的男朋友发现。 男朋友出手阻拦, 胖小子疯狂挣扎。 为了逃跑, 胖小子不顾危险, 爬上了扶手, 试图顺着扶手滑下去。 两人在争执间, 胖小子不小心失足坠落, 从四楼摔了下去。 砰, 脑袋炸裂成花。 是的, 那个胖小子是我亲爱的侄子。 我顿时有了一种荒谬感。 你不会教育孩子, 总有人帮你教育, 以生命为代价。 便衣警察显然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很快冲了出来, 快速封锁现场。 整座大厦都被封控, 所有可疑的偷拍之人, 全部被警察揪了出来。 而为首的正是我哥。 而这个时候, 我妈和嫂子也疯了一样冲下楼, 扑到侄子的尸体面前, 大哭起来。 我的手机新闻端忽然谈出消息, 昨夜, 网上忽然多了很多淫秽照片和视频, 如同病毒一样, 在各个社区和网络快速传播。 首夜鱼龙混杂的照片和视频里, 赫然有我妈的私房照和我哥嫂的闺房之乐。 我点开一看, 连马赛克都没有打。 每一寸皮肤和脸部表情都清清楚楚。 真可笑, 他们阻止我报警, 甚至对我开枪。 而现在, 当初开的那一枪回头打中了他们自己。 正中没心, 再次相见是在法院。 警察调查后, 我才知道, 2023王者群的群主, 居然是我亲爱的哥哥。 很可笑吧, 我哥居然让他的儿子无意中接替了他的班。 现在, 一死一坐牢, 真是讽刺。 难怪他对报警讳莫如深。 因为制造, 传播淫秽视频, 组织偷拍照片, 侵犯公民隐私, 引导未成年人犯罪, 从中谋取利益。 犯罪情节严重, 哥哥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而山水等群管理, 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其他参与这件事的知情成年人, 分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那些未成年的十四岁以下的孩子们, 警察则只能口头教育, 然后让监护人带回去好好管教, 由他们的监护人对相关受害人进行赔偿。 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 则进了少管所, 只有我侄子死了。 妈妈和嫂子相互指责着, 在法院门口大哭。 看到我走出来, 他们拉着我, 叫我帮他们花钱撤销网上那些视频, 叫我请律师帮哥哥上诉, 却被苏苏隔开。 哭什么? 不就是你们的私密视频被公开吗? 不就是陈州摔死了吗? 你们又没死, 也没少块肉, 别那么小气。 曾经, 他们骂我的话, 被苏苏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 我闭了闭眼, 对老妈道, 我之前说的话还是有效, 你想留在老房子, 或者想去养老院, 随时可以告诉我, 每个月生活费我会照常打给你, 你自己支配。 无论是他自己用, 还是被嫂子夺走, 都是老妈自己造的孽。 假如他将来要告我没有进行赡养, 我也会和他对质到底。 钱, 我照付, 爱, 我没有, 因为我也从未得到过他的爱。 我的周周, 我的儿啊, 喂, 为什么会这样? 妈妈瘫倒在地。 为什么呢? 我也想知道。 而现在, 我终于有了答案。 人不是突然烂掉的, 他们父子当然也不是。 不是花的一下, 就变成了一滩垃圾。 而是小时候一次稀松平常的电摇, 一次漫不经心的戏弄, 是游戏里对别人肆意地谩骂, 对女性随口开黄枪, 更是现实里为了一点点利益的不择手段, 即使他想要的只是一款游戏皮肤。 他记得父母言传身教, 对女性的漠视, 他记得奶奶的重男轻女, 他记得犯错时父母宠溺地笑。 他知道, 大人们会把他的冒犯和无理, 粉饰成年纪小, 不懂事和喜欢你, 会把他的猥琐变态, 编造成天真无邪。 大人们会怪手机, 怪游戏, 怪一切外界因素, 带坏孩子。 独独不会怪自己教导无方, 不会怪孩子天性本恶。 所以, 孩子有恃无恐, 我哥如此, 我侄子也如此。 他们明白, 无论做了什么, 都有人给他托底。 那个人, 是我妈, 也是我嫂子, 更是千千万万 你爱孩子的家长。